好 我們再聊小三 看看我旁邊這一位 英國的波神喬丹 這個樣子 通常看起來比較像小三 不是我要講 小三通常不是 我們這種身材的感覺 就是一種迷思 我們這種講法就是錯的 因為連他都是深受小三的 他算是苦主吧 他是苦主 我們的英國波神喬丹 然後當然他這一看就知道 他經過人工來做整形的 對 加工工 他是34G的這麼偉大的上尾 這看起來Z啦 還G 你看他這個樣子 你會覺得說他除了很前衛很大膽以外 那一定很強勢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他遭遇了女人 其實最痛的事情 你說他是苦主 他遭遇什麼事情呢 老公外遇了 他的老公就我們看到很帥 還壯壯的媽手媽手 對 種馬型的老公凱倫海樂 好 他老公外遇了 這個是一個痛 可是女人另外一個痛是什麼 妳還選在我懷孕 懷孕的期間 真的 那就沒良心了 那更痛對不對 好 第三痛是什麼 那個對方那個小三居然是自己的 好姐妹 而且他們的交情 好姐妹交情長達20年 最近他們才一起出國去旅遊 而且還帶了針一起 就被一家人一起了 好 可怕的來了 大附田田的那個波神 我們的喬丹 就是在散步的時候 突然在那個很漂亮的景色裡面 突然看到兩個人怎麼黏在一塊 像章魚一樣吸在一塊 兩個人在接吻 當著他的面 當場被火逮 然後當然喬丹都瘋掉 不能接受 對啊 還大的肚子 親眼看見老公 跟自己的閨蜜在打雞 然後當下其實這個凱倫就沒有 我喝醉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什麼都不曉得 OK 可是喬丹說 妳少來 我不接受妳這種說法 我們來測謊 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 還要買測謊 他馬上做測謊 好先進 然後他只問了兩個問題 就喬丹問了兩個問題 其實他老公就破功了 第一個問題 除了這一次 妳有吻過他嗎 好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們有發生性關係嗎 結果呢 那個測謊之下 那個顯示都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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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了 其實我覺得凱倫 也真的很容易那個 就是那個城牆很容易被推倒 你知道嗎 一咳 他就整個全部招了 他說其實 在妳生了兒子之後 沒多久我們就在一起了 他在生完兒子去年就在一起了 好 然後第一次他們是在什麼 停車場就來了 停車場 對 他們是在停車場 第二次他們其實就開始 就有做的動作 然後甚至他們在什麼 就馬舊 就裡面 在那個訪馬的地方 裡面就開始發生性關係了 而且呢 他這麼狂野 我的天 對 然後喬丹 非常崩潰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凱倫他交代好清楚 他說每次我們因為都來不及 我只是把拉鍊拉下來 然後我們就直接站著 就發生關係 所以連防護措施都沒有做 我跟你講 凱倫這全部都供出來之後 喬丹大著肚子 那隨手一抓那個蠟燭 燭台 就往他身上就敲了 好 這個事情後來呢 其實這什麼已經掩蓋不住 現在呢其實也不知道 喬丹該怎麼去收拾一下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介入的是他的好姐妹 情和已開 對於老公 對於最好的姐妹 閨蜜都已經完全沒有辦法信任了 其實女人再碰到 好了 就算男人啦 現在不是講說 女人的外遇的機率也提高了四神嗎 無論如何你有小王或者他有小三 這都是非常難以面對的問題 那當然會想盡辦法 下面看到的是怎麼找小王來勾小三 這是什麼做法 我跟你講這發生在台中 有一個醫師娘 她發現她自己的老公是醫生 在外面有個小三 然後去找甄信社 她不是要甄信社去幫她 把這個證據抓出來 不是 她是說你去幫我顧一個帥哥 你要幫我去顧一個帥哥 而且要開名車 你要打扮得很光鮮亮麗 然後去幫我把這個小三 然後把這個小三拔到之後 還不止 要把她帶到 離開台灣 帶到大陸去 然後從鐵游在那邊定居不准回來 是這樣子拔除禍害 對 她想說這樣就OK嗎 一勞永一 你永遠不會回來 因為你知道醫生娘 重點是我要抓住我老公 而且那個財產是很龐大的 所以她花了800萬 她就說如果你事情辦成 我給你800萬 我剛剛還在想這要花多少錢 你還記不記得上次那個什麼什麼 有一位小姐 這個空姐的老師來 她不是有親身抓她老公的經驗 那時候花了40幾萬 我還想說要三絲 你有40幾萬在抓 這個要800萬 800萬 然後她還預付了700萬給她 先預付700 對 結果這個真信社 還真的有辦法 真的去找一個帥哥 然後就去勾搭這個小三 還成功了 然後真的把她帶到大陸去囉 那想你現在完美結束了 可是問題來了 她帶去大陸了 三天之後她就回來了 然後繼續跟她老公在一起 三天以後小王就回來了 對 小三又回來了 小王小三就回來了 就繼續跟老公在一起 這什麼意思 就表示破功 你沒有達成定居在大陸的要求 小王魅力炮 這個對小三來講 這只是她一時的驗譽而已 所以她又回到她老公的身邊 那那800萬還拿著回來嗎 所以這個醫師娘就很氣 就說我已經先付了你700萬 你沒有達成任務 因為我們有切這個 終結小三契約 所以你必須要還我錢 顧帥哥 買名車勾引小三 大陸定居遠走高飛 結果法院判得也很妙 她說對 她沒有達成契約是沒有錯 但是人家也有成本 那個帥哥買了名車 所以人家總共花了150萬 扣掉這150萬 他還你550萬好 好可憐喔 對啊 賠了夫人又責兵 他這個550萬拿回來 他150萬付得莫名其妙 一連忙都沒有幫上 就讓這個帥哥 跟小三出去玩了一趟而已 莫名其妙的事情太多了 馬上回來 出發 出發 出發